马路人山人海 连行动不便 坐轮椅的阿贝 都拼了老命 要上街头表达不满 南美洲国家恶瓜多 由于政府债台高筑 急欠社会保险金 高达84亿美元 让民众收入 甚至退休养老都受到影响 阿根廷同样苦不堪言 因为当地八月通膨率 已经飙升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预计今年底通膨率将上看百分之百 代表前一天用十匹锁能买到的物品 隔天得花二十块才能买到 民众手上的钞票价值缩水 只能透过黑市交易或以物易物 求三餐温饱 美国升息打通膨 导致美元狂升 虽然阿根廷将基准利率 上调二十二码至百分之七十五 但形同糖币党居 阿根廷资金仍大量外逃 批索一度贬值百分之六十 数据显示 新兴市场国家高达八百三十亿美元债务 将于明年底到期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破产 还有更多国家会步上后程 它的美元负债多 而且它都是借外债 而且外债都是以短期 那甚至国家如果说预算是赤字 国家的负债高的话 这些脆弱的国家就要特别小心 已开发国家大致上是经济着缓 但不至于发生金融风暴 是部分少部分的脆弱国家可能会发生 但是这些脆弱国家对国际的经济影响弧度 并没有那么大 可能会衍生像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那样的情况 那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没有充分外汇存底 跟没有这种换汇协议的这种新市场 那最可能成为这种镇阳 而且因为国际的这种金融贸易 其实是环环相扣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也有可能因为在金融 这个新市场发生这样的一个危机 往外扩散 外溢到其他的国家 这个不能避免 通膨野火燎原 美国联准会再升级三码 拉抬美元指数占上111价位 续创20年新高 相较于各国暴力升级 台湾央行走自己的路 总裁杨金龙宣布 本季小升半码 央行重贴线率将由现行1.5% 上修至1.625% 符合市场看法 我们核心通膨下半年 是会在2.64 那全年我们全年的核心通膨是2.52 今年还是会在2%以上 但是明年我们会回降到2%以下 下半年 大概因为美国跟欧洲 现在都是会用比较激进的方式来生息 那这样子的话 会对终端市场的需求 产生一些压抑效果 也就是说比较不利于我们的出口 那因此下半年的话 台湾的经济拉抬应该是要靠内需 那如果说生息幅度太大的话 又会对内需造成伤害 央行直言 全球经济风险升温 因此下修台湾今年GDP预估 从先前的3.75%降到3.51% 明年则是2.9% 保三无望 不过好消息是 CPI今年估值为2.95% 明年预期将回到1.88% 通膨压力 渴望趋换 TVB新闻罗诗鹏 但原力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